中国高轨道联网卫星系统部署成功,该系统在技术上有多个方面比马斯克的星链系统更为出色,能够以更少的卫星数量达到与星链相同的能力。 卫星互联网是一种利用人造卫星在空间中传输数据的技术,它可以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提供高速的互联网接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 卫星互联网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覆盖那些地面网络无法到达的偏远地区,为全球数字鸿沟的缩小提供可能。 卫星互联网的挑战在于,它需要解决卫星数量过多,碰撞风险高,对天文观测的干扰等问题,以及卫星寿命结束后的回收和处理等问题。 目前,全球有多个卫星互联网项目正在进行中,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星链项目。 它是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伊朗·马斯克·伊朗·马斯克的雄心壮志,旨在通过数千颗低轨卫星为全球任何地方提供低成本的互联网。 截至2023年5月,星链网络已经拥有了超过4000颗卫星,以及约150万用户。 然而,星链并不是唯一的卫星互联网项目,中国也在积极推进自己的卫星互联网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首个高轨卫星通信网络被一些外国媒体称为天链网。 根据最近传来的好消息,这个网络已经完成了初步建设,将为国内外提供高速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天链网是中国对星链项目的有利回应,也是中国在太空领域的重要突破。 天链网的基本情况 天链网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由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牵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承担卫星研制, 中国长征火箭技术研究院承担卫星发射,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卫星运营和服务。 天链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约13000颗高轨卫星组成的全球卫星通信网络, 覆盖中国境内及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高速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以及其他卫星通信服务,如广播电视、数据传输、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 天链网的首批卫星已经于今年7月和11月分别发射,目前正在进行测试和验证。 天链网的后续发射计划尚未公布,但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完成。 天链网的卫星运行在高度约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 每颗卫星的寿命约为15年。 天链网的技术特点 天链网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高轨卫星,而不是低轨卫星。 高轨卫星和低轨卫星的区别主要在于轨道高度的不同, 高轨卫星的轨道高度一般在两万公里以上, 低轨卫星的轨道高度一般在两千公里以下。 轨道高度的不同导致了卫星互联网的性能和特性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轨卫星的覆盖范围远大于低轨卫星, 因为每颗卫星的视角更大,可以看到更多的地球表面。 一颗高轨卫星可以覆盖约40%的地球表面。 而一颗低轨卫星只能覆盖约0.05%的地球表面。 这意味着,高轨卫星互联网需要的卫星数量远少于低轨卫星互联网。 天联网只需要约13000颗卫星就能实现全球覆盖, 而星链需要至少44000颗卫星才能实现全球覆盖。 高轨卫星的信号延迟较高,而低轨卫星的信号延迟较低, 因为信号在空间中传输的距离不同。 信号延迟是指信号从发送端到接收端的时间, 它取决于信号的速度和路径。 信号在空间中的速度约为光速,即每秒30万公里, 而信号在地面的速度约为光速的三分之二,即每秒20万公里。 信号的路径是指信号从发送端到接收端经过的卫星和地面站的数量和位置。 高! 轨卫星的信号延迟大约为0.25秒, 而低轨卫星的信号延迟只有0.03秒。 这意味着,对于一些对视眼敏感的应用, 如在线游戏或视频会议, 高轨卫星互联网可能不太适合, 而低轨卫星互联网可能更优越。 高轨卫星的成本较低, 而低轨卫星的成本较高, 因为卫星的数量和寿命的不同。 卫星的数量决定了卫星的制造和发射的成本, 卫星的寿命决定了卫星的维护和更换的成本。 高轨卫星互联网需要的卫星数量远少于低轨卫星互联网, 而高轨卫星的寿命也远长于低轨卫星, 因此高轨卫星互联网的总成本较低。 据估计, 天列网的总成本约为300亿美元, 而星链的总成本约为1000亿美元。 这意味着, 高轨卫星互联网可以提供更低的服务价格, 而低轨卫星互联网可能需要更高的收费来弥补成本。 天列网的发展前景 天列网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它有可能在未来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一个快速、稳定、广泛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以及其他卫星通信服务, 如广播电视、数据传输、远程教育、远程意料等。 天列网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但它也面临着很多的技术和市场的挑战, 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天列网不仅要面对SpaceX的星链, 还要面对其他国家和公司的卫星互联网项目, 比如英国的OneWeb、亚马逊的Quiper、 印度的Gagagnan等, 这些项目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目标。 天列网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就要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 同时要与其他项目进行合作和协调, 避免发生冲突和纠纷。 天列网虽然可以避免大部分的空间碎片和干扰, 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为空间碎片的数量和分布是不断变化的, 而且高轨卫星的轨道调整能力有限, 一旦发生碰撞, 可能会造成卫星损坏或失效, 甚至会产生更多的空间碎片, 加剧空间环境的恶化。 天列网要想在空间碎片方面降低风险, 就要加强与其他卫星运营商的信息共享和预警, 同时要提高卫星的抗碰撞能力和自主避让能力。 天列网是一个具有创新和潜力的卫星互联网项目, 它展示了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发展愿景, 它有可能在未来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一个快速、 稳定、广泛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但它也面临着很多的技术和市场的挑战, 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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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